好,那我們請曾明中委員質詢 好,謝謝主委 謝主席請主委 請主委 主委,我是龍家子弟 要澄清假新聞,我舉雙手贊成 但是請龍委會開大門走大陸 您有新聞是 您為什麼今年還要編一千四百五十萬 所謂行銷計劃裡面去聘請小編楊網軍 是,我可不可以跟你完整說明這個案 我知道您非常關心 而且我第一個完全同意 我們都是龍家子弟 我們都是要針對這個假消息要去澄清 因為您剛講說百分之百舉手贊成 所以我跟您報告 一四五零萬裡面 因為他現在招標 所以四月才會招標 所以擴掉前面幾個月 所以絕對不會是用這麼多預算 你會按時間比例減少 這第一個 第二個,大家已經知道這個案裡面會有四個 是要請小編 小編是什麼 就是每天 像我今天 我到高雄屏東 就有人假用我的名義說 今天的香蕉開盤價格是多少 我們如果沒有透過小編第一時間澄清 而且是用農委會 我跟您講完 報告按這個 你聽我講 你到底是 到底這小編在回應 是代表農委會來回應 還是他本身在回應 小編代表農委會 而且會第一時間 比如說講香蕉 就會跟農糧水 好,請教你 他在PTT 或D卡回應 會註明是農委會嗎 我們當然會 這個是農委會 和相關的小編提供的資料 你這個提話 從106年就有 我從來沒有看過的上面有註記是農委會 我給你看一下我們到PTT裡面 我們怎麼去澄清的 上面有註記 這是農委會的註記嗎 你看這是PTT的花文 我們上去的時候 我們都會講我們是誰 因為裡面很多的文章都是不對的 裡面講 會做諸老 會 我要 我要你坦白講 我當然坦白講 每一筆都是 註記是來自農委會 還有喔 你這個還有line喔 你到時候假設我批評農委會 你上我的Facebook 來過澄清 假設我錯了 我就認了 但是你們註記是農委會 四個小編當然是註記農委會 我們甚至之前 我 我跟你報告 從102到現在 我查過 都沒有註記農委會 我提供 百分之百 有用農委會 或農糧署 或是相關單位同仁去澄清的 我舉例來講好了 我們大概兩天前還是上禮拜 我就請那個 我忘了是請農糧署還是余月署 我忘了 他就是一個不實的報導 我請同仁上去告訴他們最新的資訊是什麼 而且告訴他 你是不是最近 我們T爆的新聞以後才註記 從106年到現在 我查過PTT 就沒有人註記是農委會 你剛剛講的是 所有的網路裡面有太多的 PTT只是一個 我可以給你 我們上去澄清 對啊 你這個招標裡面 重點的D卡跟TPP 沒有啦 那個不只啦 如果那個是這樣的話 就嘛 你叫PTT 我就問你 你讓我說 你這個招標案可以做什麼 就你剛剛講的 如果 禮拜六 鳳梨一台金 一塊錢的這個 我沒有利用 請我們的小編 請農糧署提供資料 做成圖卡 放到網路上 FB 或者是 做一個圖卡的民意見 但是我希望 你光明正大 用農委會的民意去澄清 你不要招小編 所以沒有啊 如果今天 公關科的同仁 他們可以這樣應付 早就請他們去做 不會有這個招標 而且這個招標也不會是只有農委會的 我會提供例子 我只要求一樣 我們黨在 102年執政 他們有就在網路上 不管是做宣傳 還是澄清 都已經有這樣的一個工作了 沒有在PTT啦 沒有在D卡上面啦 從過去國民黨實習到現在 有行銷啦 沒有在D卡 沒有在PTT上面啦 主委 委員 我只要求你 我只要求你 不死的消息 也會有來自這兩個地方啊 沒錯啊 但是你澄清的時候 你要註記你是農委會啊 百分之百 我們其實 你是不是這兩天 踢爆之後才這樣做 為什麼106年以前沒有 您在關心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上禮拜的新聞稿就 直接對外 我自己在臉書也說明 我們都是會掛 農委會相關的機關名稱 但是農糧署 漁業署 企劃處還是 農委會本部 我們不會 有任何 不隱密的 這計畫從106年就有 我 找了PTT就沒有 記名是農委會 這個是今年才有的 委員你這個案是今年才有的 1450萬元的這個招標案 是今年才有的 對啊 我 你那時候沒有認識啦 以前沒有這個招標案 我再呈現一次 如果 就有啦 那一個不是 那跟現在的這個不是 委員那個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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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是啊 你 你 拜託 如果委員你需要的話 我把那個 全部整理出來 然後來 來懷疑 這個是不是 主委 我在國會殿堂 我可以公開在那麼多媒體記者 在委員面前這樣講謊話嗎 主委 我再跟你講一個話 你說這 這個是個 這是個 這是個小編啊 薪水至少四萬元以上 而且還要經過農委會核准 你既然委外 你為什麼還要經過農委會核准 你到時候 這次已經有特定人選 是不是綁標 當然沒有啊 沒有 你說沒有 我看是有啊 你既然是委外 為什麼還要經濟會核准 委外的話小編也要一定的水準啊 你就定一定的標準就好啦 那為什麼還經理核准 你就整包包出去就好啦 像這個執行細節 我就很樂意 像委員這樣建議的喔 我們也可以 做這樣的一個調整 這個都沒問題 而且 主委 這個 你一千四百五十萬 扣掉百分之六十五是拍廣告 這四個小編的薪水 是五百零七萬 不對啦 不對啦 你聽我講 不到兩百多萬上下啦 沒有那麼多啦 我照你的說明書嗎 說明書裡面 就五百零七萬 說明書裡面 如果四萬多一年 不是四十幾萬 你是四萬以上 四個就兩百萬加年再獎金 四萬以上你沒有放線 其他的沒有 其他的是我們要做 拍一些相關的影片 還有一些設備授權會用等等 那個是在百分之六十五裡面 你不要混淆事情 沒有沒有 那是在另外一個部分的 百分之六十五是另外的 完全沒有 而且齁 我們這個招標案 完全公開透明 全國都在驗驗了 主委 怎麼會有這種洋網軍這種 有公開錄音錄影 你承諾 以後這四個小編 對外澄清 一定要註記 農委會 能不能做到 當然是啊 我上禮拜就澄清了 在這裡我可以再一次的 來說明 不只這四個小編 以後在網路上澄清不實消息 農委會都會 具名相關的機關名稱跟姓名 百分之百 好 因為你沒有百分之百 那個消息你就沒辦法澄清啊 我網路上 就是因為需要政府的公開資訊 因為我們澄清的時候 然後我們也同時 監護的相關的義務跟責任在裡面啊 所以我們 過去相關的計畫裡面 在PTT 澄清沒有註記農委會 所以 我強烈要求 你以後這四個小編 任何的澄清 一定要註記 是農委會代表農委會 各位我保證百分之百 不管在哪一個地方 只要是對外澄清的 都一定要這樣做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曾明中委員